中国大陆的微博每天都很热闹 近日一位自称是总参一姐的微博在网络上火爆 这位名叫任杰的27岁傅施级上校 在微博的个人介绍中写的是 不要迷恋姐姐是总参一姐引来众人为观 下面请看微视频赵培的分析 大家好我是赵培 上一次一位文艺女兵以美的惊动了党爆红微博 今天一位总参一姐再次在微博上火爆了 她在微博里的个人介绍写的是 不要迷恋姐姐是总参一姐 这位一姐名叫任杰 1985年出生今年27岁 副师级上校军心 微博验证的内容是任杰解放军高级指挥官 2011年全国金国进攻个人解放军特种部队指挥官 任杰自称女人如花 君中奇葩 任杰被网友围观的原因在于 她是全宇宙最低年龄的娃娃兵 任杰是1985年12月份出生 1988年就当兵了 也就是说中共招收了一个三岁的娃娃兵 总参一姐的说法是 我是体育兵特招入伍 必须五岁前就得入伍 我是总部首长批示认证的 而且腾讯有我的证件照片 任杰的说法是可信的 因为在任杰的微博里 她关注的人很多都是中国的体育明星 比如说李小鹏和邢奥伟 一个三岁的娃娃能看出什么体育天赋呢 中共军队招收体育兵的原则十分值得研究 比如说你招收一个打篮球的 你肯定想找一个奥尼尔 结果你招了一个何炯 你不是完蛋了吗 中共军队在文工团丑闻不断的情况下 任杰反映出的是中国军费另一大块的浪费 是在体育上 伦敦奥运会上我们经常看到 中国运动员在升国旗的时候 进军礼的情况 这也反映了体育兵之多 也是一块很大的浪费 除此之外 文宣也是中共军队一大浪费 文体不从军队中分离出去 中共的军费到底能够投入一信国防有多少呢 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话题 任杰的背景受到广大网友的质疑 从任杰的微博来看 他老公混的还不如他 他说武警不好提干 我老公在武警混了这么多年 才混了一个正团职的政委 网友就奇怪 这两口子在家里 谁向谁进军礼 但是蹊跷的是 任杰以体育兵入伍 干的可不是体育兵的活 他干的是指挥官 而且是总参的医解 他在2006年 进入了国防大学读书 这可不是一般体育兵能够做到的 那么网友就很奇怪 他的背景到底如何 让我们期待更多的网络爆料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微视频在新抗争网站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